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现象都是最近两个礼拜直逼50% 但同样的朱立伦始终没有超过20% 非常少 我们来做细部分析 我只请看我画的部分 对朱立伦 你看对他反感的竟然高达56.8% 这为什么 你看相信他的不到一半 好 再往下看 对宋楚瑜好坏各半 第三 对王津平57.3% 对柯文哲65.5% 我特意把它画出来 这是朱立伦所面对的诚信最大危机 这诚信不是一席之间的 再一个细部分析 请看红线部分 在新北市 蔡文47跟总体民调差不多 朱立伦在他的地盘 只有19% 新北市民 五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支持 这个很严重 好 我们宣扬 就赢家人高评就好了 朱立伦竟然不到百分之十 这三个数据说什么 听众朋友 你们那么聪明 不需要再解释了吧 这是今天一个非常重大一个社会新闻 请看 我请教我们听众朋友 你相信这位女士所说的话吗 我不要实乎其名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总编辑 故意让我们联想是不是 在这个报纸的下半桌 这个人 你相信这位先生所说的话吗 错 错 错 我可以公开作证 不管是证所税 十二年国教 额定双掌 我们谈的时候是 2012年过完春节 二月三月开始谈 是整整三年半以前的事情 三年半后 朱立伦主席 你突然出来跟马一九切割了 三年半 三年半以来 你保持沉默 今天突然 就像那个莎士比亚 戏剧里面 那个布鲁特斯 对着你的凯撒 突然来一刀 我就请教深男朋友们 你会接受 注意的这种做法吗 立冈怪方请回答 你是 请回答 等一下再回答 你赞成吗 多现实的政客 我是不客气讲 国民党最大的困境 人民不满执政 去年一一二九海啸 那快一年 那怎么做习都不讲 怎么现在选总统开始讲 而且选情告急 民调告急开始讲 跟马英九切割 不要说我是不是生难 我都看不下去 石秀 等一下请你回应好吗 你头被租人借去了 你这个头还能讲话吧 好 我没什么好评论王金平 因为我现在也没跟他联络了 倒是我要引用 昨天 黄沪新党部主委 戴伯特上将的话 戴伯特上将说 王金平院长 应该放在第十名 甚至放在十二名 他理由 我慢慢练 如果戴伯特上将 你没有看 拜托 亲戚朋友跟他转述一下 这位黄沪新党部昨天声明 他说 不应该因人改制 以任何形式 为某一个个人量身打造 戴伯特 这一句话适合王金平 难道不适合朱立的吗 不应该因人改制 以任何形式 为某一个个人量身打造 如果适用王金平 难道不适合你的展观朱立的主席吗 戴上将 回答我 请回答我 立根贵方 带答 好 我是不客气的 我没什么党派立成 看看这是加拿大的明日之星 43岁 杜鲁道二世 年纪不是问题 他73岁也不是问题 他说 我要住就是扩充人民的自由 他说什么自由 他重新诠释 他说因为杜鲁道二世 来自魁北克 话语区 是守住者 好 他怎么说 请大家看 加拿大的自由 强调的是融合 融合 主席 你在林前辉那天 接受提名 马上 开胖 恐吓牌 来立对决 你有杜鲁道二世 用融合的胸襟吗 再来 他说的 选举不 谈选举 谈价值观 朱鲁鲁 你谈多少价值观 给我们听 还是谈价钱 党产250亿吗 还是3000万呢 支票呢 还是5亿呢 还是更多呢 因为洪秀说 我不值5亿啊 我们谈价值 你谈价钱 党产 党产 一年来 毫无作为 所以已经解决了 鬼才相信 昨天我跟石秋同台 他突然提到这本书 今天早上我把它重新读一次 大卫葛根 这是美国民政论家 他担任过从尼克森到 这个 到克林顿的 既是政策幕僚 也是文胆 是一位非常伟大政论家 其他的英文 英文叫做权力的见证 权力见证 但是换做 美国总统的七门课 我把它 这七门课 我把它用很简约方式 我用中文把它 做简约版的叙述 我叫做 总统候选人的七门必修课 第一 正直善良 诚信 我特别请教 朱宇伦主席所说的话 跟刘乔安女士一样 你相信吗 请全国当众回答我 等一下扣运器来回答我 我可以跟你辩驳 如果你相信你 我跟你辩驳 如果你辩驳不了 我建议你去精神病院检查 第二 目标明确 第三 说服力强 不是坏茶 与你走 与你走 用承议生意 你把洪秀书推下来算 你自己上去 这是哪门子的说服力 哪门子的承议生意 第四 在体制内运作能力 叫执行力 第五 百姿清正 反正 还没有实证 就不谈了 第六 坚强的幕僚群 真子讲最好 用失者亡 用有者霸 用土者亡 你身边的人 你一老失败之 你会做亡 身边朋友 你就称霸 你身边的徒子徒孙 另成 权力如仆 用土者亡 第七 传承愿景 与价值信仰 坦白讲 这高标准 我不下结论 我明明自己判断 都是 再回到这个名 你相信刘乔安女士 开记者会所说的话吗 昨天 你相信朱立伦主席 昨天接受 陈文献中央所说的话吗 请自主者打电话进来 跟我论辩 也请立根贵方 跟杨时秋 你们是国民党的前国民党 回答我问题 回答我呼吁 谢谢 好 所以我先请教石秋委员 现在消息已经到这个程度 似乎诚信破产 他其实起手 是我其实最近跟一些国民党人闲聊 他其实认为当时朱立伦 一开始把各位开除 似乎就已经注下一个 不可回来的错误 而这后面错误之后 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弥补 就弥补出来 他越弄越糟糕 现在变成是一个 标准的政治算模 刚才我们这个中心大科 直接直挑了一些事情 你还相信这个朱立伦吗 民调写示 连王金平 克文哲的这个感好度 所谓的好感度 都远过朱立伦 昨天到这种下场的 他能够靠王金平扳回一层 我是个基督徒 我相信除了上帝之外 现在能够救他的已经没有人了 除了他向上帝忏悔 否则的话 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朱立伦 上帝只救义人 公义人 我想中心兄也是基督徒 我想其实那是15年前 2000年的时候 在Clendon的末期的时候 那叫David Gergan写的这本书 其实他英文讲得非常清楚 我亲眼目睹这个权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从尼克森到Bill Clinton 他经历了37任尼克森到42任的Bill Clinton 他经任了六位总统 他亲眼看到这七位总统成为总统 他最重要的因素能够成功或因此而失败 刚才杰明你问得很好 诚信是最重要的 今天那个不信任度 对于今天 如果说朱立伦他是留过美 他去看一看 当时尼克森在1973年 国会要求他交出录音带 在1974年美国大法官以巴比林通过弹劾案的时候 你知道他的下散最后惨到什么程度 他去搬到另外任何一个社区在加州 因为他是加州 当时是加州选出来参议员 那些社区的基民抗议 因为他认为这个人不诚信 所以在这 David Gergan写的这本书 我们台湾翻译成总统的七门功课里面 他特别强调第一个就是人品的贵重 这贵重里面就包括了一个诚信 包括你政治 而他就亲眼目睹 尼克森在水门案 从1972年到1974年8月9号 他被国会要弹劾 大法官以巴比林通过弹劾他之前 他离开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几乎陷入了疯狂崩溃的状况 其实今天我认为朱立伦本身 他内心是非常焦虑的 今天比1972年发生的水门案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原因是 1972年的水门案发生的时候 还没有像今天网路这么发达 对 今天任何一个手机 随便一看就会看到你朱立伦在前几天讲什么话 你后来讲什么话 你前几天刚高举的洪秀柱的手 你后两天就弃柱 你也不过同样的一个朱主席到了中国大陆 跟习近平讲两岸同属一中的时候 然后你说洪秀柱的一中同标是违背了党的决策 你没有任何标准 你没有任何诚信 所以在David Gergan这本书里面 其实就非常清楚 当一个政治人物失去诚信的时候 他的政治就破产了 你要知道在美国诚信 就在西方世界诚信基本上就是所谓什么 就是他的政治的一个最高的价值 他如果没有诚信 他就政治自杀而已 我们来看一看韩国 我杰敏记得2009年的时候 卢武炫 他也是因为一笔钱交代不清楚 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 在那个现金上面交代不清楚 最后选择什么 跳海自杀 在韩国是如此 一个卸任总统 刚刚卸任总统2009年的时候 另外一个1990年代的 当时法国总理巴拉杜 巴拉杜 他只不过因为在 他当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借了一笔钱 后来还这笔钱的时候 他说他还了 可是他没有付上利息 他是他警卫面前 拿着枪举枪自杀 在1993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 因为他讲话说谎了 陈信 陈信受到质疑了 举枪自杀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说 有任何生命患 就说陈信在西方的社会里面 是非常严重的 而今天 朱迪伦很不幸的 他不但是诚信遭到质疑了 他在金权的纠葛上面 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 David Gergen这本书里面 他从尼克森 从37任到42任的 克林顿 他看了这些总统之后 他也得到提到 克林顿后来也受到 很大的煎熬 为什么 他当阿肯涉州州长的时候 因为白水案 白瓦的这个案子 他被independent concert 就是所谓独立检察官 调查了三年 他也是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原因就是 不是你总统任内 是你在阿肯涉州州长 有个白水开发案 因为你的 你跟你的夫人 在那时候当州长 是不是有行使到权力 所以今天朱迪伦要挑战的是 包括你新北市长 任内所接触到的开发案 包括你所谓的 你在桃园县长 任内所接触的开发案 所以刚才中心兄提到那本书 其实我觉得 朱迪伦你看完之后 你会发现 就算你选上这个总统 你将来的下场 也不见得会脱身的了 因为最重要的是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走过一定留下记录 今天我们所有看到的 都不是我们想象的 是在电视 每一家电视台 从今年的四月 到今年的十月 几乎是用连续剧班的 实况转播到每个人家庭里面 透过手机 每天进入你的视野里面 你这种不诚信的原则 就造成他今天 他的好感程度 不但输给了蔡英文 也输给了民调 跟他在伯仲之间的宋楚瑜 就代表 当一个人不信任你的时候 未来你在任何的正常辩论 不管是跟蔡英文 或跟宋楚瑜 人家只要问你一句话 我还能相信你吗 你说实在 他还有未来吗 当助理人出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 蔡英文的支持度 一直一直往上攀升 攀升速度比红袖柱还来快 所以翟神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刚才我们年号 已经提到一件事 这是叫做指示 指示的问题 恐怕就不那么单纯了 可是如果再拿这个图形来看 那更精彩 来 这个是他举的手 跟举的棋子说 红袖柱我支持你吧 你代表中华 中国国民党来参选 这个中华候选 对不起 他消失掉了 好 你看 这是他牵的手 你看这是朱立伦 这是马英九 牵的手 动算加油 他现在被批判了 好了 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子呢 现在状况是 有人说好龙斌 会不会选明年的总统 他说一句话 这个问题是跟 某种智能比较低的动物 一样的想法 他回答是这样 你看周围的人 是不是清军策 那至于说吴伯雄 因为身体不好 连赛已经out了 那我会问一件事 拿王金平来 可以做一个遮羞布吗 稍后我们听听看 我们学生说法 但是贵方是说 不会 支持王金平的很多 这是难得看到 国民党的大团结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 大家说法如何 我们进行广告 再不准备 请多久 ! 수가 有 一 证